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什么呢 这个不标准部分 再把它做过胖或过瘦的筛选 不标准里面其实一个是上面的 是过瘦 刚刚有用两个罗 所以偶尔罗级基本上上面的 跟下面的 他们这两个都不标准 但是不标准里面的话 有这个往上的是因为他太瘦了 往下的是过胖 所以如果我希望再把它分割开来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做 我的习惯一 是当然我们先用函数好了 先把这个不标准 包含双引号delete掉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移到前面这个下拉清单找到一幅 特别之后你不要在这边插入 因为如果已经有公式 如果你在插入公式 他会重新再来 这是第一次使用 以后再使用第二次 或者你要再新增插入函数的话 请你用下拉清单 并且把游标放在这个位置 他按下他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一幅直接插入到这个位置 你可以做后续的逻辑 如果什么呢 如果我的这一 这一世储存格 假如是大于5%的话 那应该他什么 应该过瘦了吧 他要再增加5%的重量 所以这边的话我可以把它输入什么 过瘦 OK 反之的话呢就是过胖 OK 过胖那就要减肥了 意思OK 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呢 他会自动帮我把这个逻辑有没有 补在刚刚不标准的地方 那我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这本来是不标准那个 按确定 那你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OK 这就做出来了 当然呢 刚刚有同学问到说 函数能不能变更格式呢 比如说我希望过胖 把它变成红色字 黄色底 特别是用 如果你今天是用函数来做的话 特别是用 它是无法变更里面的格式 它只能够变更里面的资料 OK 那如果你要变更那个什么呢 这个格式的话 你只能透过sub 你function不行 有没有我们刚刚不是有sub 按钮才可以 function 制定函数也不行 所以如果这里啦 假设我不要用那个写词 因为写程式可能要再想一下 如果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可以用什么 设定格式的话条件 你先把范围选择 现在的规则 如果呢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值 假如呢 它里面的值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过 假设我要把过胖的筛选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等于过胖 那就帮我把它改一个颜色 格式的部分的话 这个条件为初的时候呢 那字帮我变成红色的 填满就底色帮我变成黄色的 假设这样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喔 当这个条件为初的时候 就帮我格式化 按确定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过胖的 马上就筛选出来了 所以你就知道 假设这个是一个 健身中心的会员资料的话 有没有 你现在会 健身中心听说 那个网络的红人 叫什么馆长 他常讲说他员工最厉害 健身教练一个月最高可以一个月有三十万的收入 说哇 这应该蛮厉害的教练 那当然他一定要知道他的学员在哪里 不然的话 他那个怎么有多的收入 所以特别 那第一个我们是透过什么 透过那个修改 有没有 不标准 当然你 我是用end 如果你是用偶尔的话 做法也是一模一样 你只要找到不标准 有没有 把它delete掉 然后在这边插入个衣服 再做后续的就可以了 OK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要做很多个衣服在里面的话 很多层 那很简单 你先做外面一层 再做里面一层 那过胖跟过瘦还特别再切 可以啊 那如果你过胖或过瘦还要再切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再到那个过胖 有没有 过瘦里面 假如说他可能是 大于百分之十好了 哇 他是非常瘦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可能是一般瘦 等等啊 反正你可以再切 那你可以在里面再切 在里面再切 这一层的话 理论上 那个函数可以切最多七层 里面可以至少七个 最多啦 最多七个衣服 不过应该没有人用那么多啦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看过 有人在这个函数里面做了七个衣服 光两三个你就头晕了 七个还得了 OK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 那第二个如果说我今天呢 VBA怎么做 有没有 VBA 这个我想就跳过了 因为刚刚输出公式 你公式把它贴过来就好 那如果我今天是这个 按右键 我习惯是按右键指定聚期 然后有个编辑 它会自动跳到这个位置 那一样的做法 其实道理差不多 关键在这里 输出不标准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 按个Enter 我的习惯是 如果我这一行 是我要变更的 那我会在上面先补一个空白行 做什么呢 再写一个衣服的逻辑判断 再写就是把刚刚的这个逻辑 再写衣服什么 衣服 哪一个储存格呢 其实好像感觉跟上面很像 所以有的时候会偷懒 拿这个来 如果它大于 假设它大于5%的话 然后不用偶了 做什么呢 然后Enter两下 我习惯是会先把那个结构先打完 避免错误 因为有时候常常 你如果打到最后 有时候忘了Enter 就麻烦 然后你可以再把这个 拉到上面 按个Tab 按个Tab就一定要缩牌 我的习惯一定要缩牌 因为如果你没有缩牌 你会看不懂 这个三个 这个三个 它在同一个阶层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这个把它复制一下 其实这要改什么呢 如果大于 0.05 就5%的话 那就什么呢 过瘦 反之的话呢 就是过胖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一样 在这个逻辑上 输出过瘦 那反之的话呢 就是过胖 然后 这样子的话 应该可以理解啦 不过 它主要是什么 在这个逻辑里面再加一个逻辑 那特别注意哦 一定要缩牌哦 而且比较困难一点点 那如果你没有缩牌哦 它全部在一起 像我 像看的太细 我一定会第一件事先帮它缩牌 不然的话看的很辛苦哦 就是一幅里面 可以再加一层一幅 所以一样啦 VBA也可以哦 如果有些 你会发现 如果写的很复杂 然后一幅里面还有一幅 一幅里面还有一幅 大概就是这样做的 那通常哦 也是一样 不会一次做完 你可以分两次三次做都没关系 哦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能不能OK的 清除掉对 按一下它 哎 有没有 不一样 一模一样 那如果说你希望在过胖的地方 有没有 做那个什么呢 刚刚一样的 就是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的话 那sub是可以不需要 就是设定格式化 直接怎么样 在过胖的那个地方 没有 哎 做我们之前讲过的嘛 输出之后 应该还记得吧 哎 上礼拜还讲的吧 如果说你今天要怎么样 要把它变红色字的话 还记得吧 哦 其实如果你忘记哦 说真的 人一定会忘记的 我相信你们一样 一样会很快忘记 尤其这种东西哦 回去马上应该都忘了差不多了 更不要说 隔了七天之后 所以怎么办呢 像我的习惯哦 我会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当我有需要的时候 我就直接怎么样呢 拿它来 哎 蓝色对不对 这一行太好了 Ctrl C应该会哦 那Ctrl V 红色的话 哎 记得要贴对地方 哎 要记得要改什么地方呢 改L不就好了 风color等于红色会改吧 255对不对哦 然后0 0就好了 红色 啊底色还记得吧 底色的话再Enter一下 红色加底色 啊底色在哪里 哎底色在这里 哎刚好黄色 所以完全不用改 Ctrl C 然后呢 Ctrl V 好然后呢就直接呢 哎把这个记得哦 这个改一下N哦 好改完了哦 那就可以变成我们要的结果了 所以基本上哦 很多东西暂时遗忘也没关系啦 但是你至少要找得到哦 所以我是建议啦 我上面的云端是我的 不代表是你的 所以建议你们自己要整理自己一套 以后你要找也比较好找 好不然我看 因为我整理我很清楚 可是你们好像常常在找找不到 或者找到别的地方去了 好我们来试试看哦 如果OK的话 那应该一次就可以解决了 就按一下他 看到不OK呢 过胖的部分哦 红色加底色 哎有没有发现 马上红色加底色就出来了 但是其他变化 就自己改一下而已 今天好像没那么复杂吧 所以你可以 分阶段的 把你要做的事情完成 我想如果你找得到地方 而且你那个步骤 还有那个 我特别强调那个什么缩牌 只要你这个缩牌没有做错 那要做出你要的结果 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那再来可能最好加个注解 我那个强调 因为我自己看很清楚 你们看可能会很辛苦 所以你也可以加个注解 那再来就是 制定函数部分的话也可以改 可以改改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重点是 不标准改为 再判断 过瘦或过胖 那同样函数可以做 之外 VBA的部分要怎么做 尽量还是熟悉啦 这些其实 主要是很基本的规则 以后的城市 都会跟 这一些蛮类似的 也都是从这边基础而衍生出来 所以未来写城市写来写去 一定会有回圈 一定会有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呢 不外乎就是 可能两重啦 可能多重啦 顶多就是有连级啦 有交级 大概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跟这个差不多 所以逻辑判断 我们大概这些熟悉之后啦 我想你以后对逻辑这件事情 应该就会更加的 驾轻就熟 大概是这些 应该没有别的了 没有更多